凌晨2點多 男子騎乘髒車看到警察 神色慌張掉頭落跑 屏東市區狂飆 兩名遠景騎乘機車 後面一路尾隨 男子高速蛇行 還多次逆向行駛 市區上演機車版玩命關頭 雙方追逐20分鐘 繞了大半個屏東市區 檢方順利在轉彎處 攔車抓人 什麼東西啊 警方當場在機車坐墊下 搜出履歷表 原來嫌犯才剛假設出獄 原本打算洗心革面 重新開始 帶著履歷表從高雄岡山 一路南下找工作 但因為前科累累求職不順 看到路邊機車車鑰匙沒拔 順手偷走代步 騎到屏東市區看到警察 心去落跑 對啊 私車啊 來 這台車是哪裡拿的 哪裡偷的 我在岡山 岡山嗎 警匪市區追逐20分鐘 相當少見 其中一名員警 還是名菜鳥女警 7月才結訓 資歷雖淺卻膽識過人 就是第一次遇到 就是追側情形 我自己有點嚇到 可是我覺得真是滿有成就感的 剛畢業不到兩個月 逮賊立功 主管給予高度肯定 透車嫌犯則是事後向警方道歉 表示相當後悔 未來會好好找工作 聲訊後就被依照切到罪嫌 移送法辦 記者張春華屏東報導 所謂是如何 駆著 商力 你看 說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